迎接北京冬奥 北京政府开通 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金章高铁 路程从原本的三个多小时 大幅缩短为47分钟 我以前经常开车去 关停水库这玩来 这就不用开车了 直接坐高铁就行了 又快 又省事 还省钱 金章高铁在2019年12月正式开通 时速350公里 线路全长174公里 沿途停靠10个车站 其中的清河站 也为了金章高铁特别改建 清河站的建设 主要的目的 一是为咱们奥运会冬奥会配套 另外来讲远期的是 咱们京兰通道的始发站 至于列车有标准版 与奥运版智能列车两种版本 奥运版列车内 到处可以看到奥运吉祥物 以及奥运口号等相关布置 旅客坐在列车上 也能随时收看奥运直播节目 而列车人员全都训练有素 我们在备站冬奥的时候 我们车队做了很多工作 比如说我们组织人员 进行首语的培训 英语的学习 而京专高铁的开通 也带动了观光旅游业 十万人小镇的丛领 就因为高铁开通 加上地理位置临近滑雪场 滑雪游客数量不断成长 可以预想冬奥带来的效应 将可以持续为张家口 带来观光商机 截料案与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